謝謝新北市順天慈善會的叔叔阿姨們 因為你們的幫助 讓我們英哥區的孩子們 能在這寒熱的日子裡 感受到你們的溫暖與開心 謝謝你們 財團法人順天慈善會進行會員大會 將近七百多人的聚會活動 持續做愛心行善的本意 舉辦飲水思源感恩活動 邀請曾經受過幫助過的學童 由校長來做代表 告訴同學們 這份愛要持續延續下去 更能夠發揮善的力量 這幾年來 我們順天慈善會 所有付出的 大家都是無怨無悔 只知道要付出 沒有得到回報 所以說 要做這個機會 跟大家稍微討厭 因為大家都知道 做一個慈善會 做一個社團 是不簡單 在這裡愛付出 還有沒有什麼好處 大家都是默默的付出 不求回報 這點是我們順餐食尚會 這幾年已經做得很好了 幫助過學童的一份愛的關懷 其實在孩子心目中 種下了小小種子 順天慈善會 藉由會員大會告訴同學們 懂得飲水思源 才能夠灌溉他們心目中愛的種子 以後他們長大了 更會把衍生出來愛的種子傳遞出去 回饋我們的社會幫助更多人 感謝說這個慈善會對三峽區所有學校的一個捐贈活動 幫助弱勢的孩子能夠在他的學習當中 能夠有背後的一項助力 台灣我們說最漂亮的就是人的心 那人的心我們在這裡充分感受到 也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因為這樣而學習到善良的心 慈善的心也能夠等他們長大之後 也能夠把這個部分能夠發展出來 讓台灣成為最美的地方 慈善會這樣子的用意 一方面是把愛傳出去 二方面對這些弱勢的孩子的一個生活上的照顧也好 或者是就學上面的照顧也好 相信對他們都有一些幫助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孩子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感恩的參會 也來表達他們對這個慈善會的謝意 大家好 我們是中原國小的學生 謝謝順天慈善會的叔叔阿姨們 讓我們在生活上 課業上得到幫助與愛 謝謝你們 大家好 我們是新北市英哥區建國國小的小朋友 謝謝新北市順天慈善會的叔叔阿姨們 因為你們的幫助 讓我們英哥區的孩子們 能在這寒冷的日子裡 感受到你們的溫暖與愛心 謝謝你們 愛的力量不會停止 順天慈善會透過感恩會的行事 告訴這群孩子 助人不只是快樂之本 更是以愛延續愛 讓我們有更多關懷的鼓勵 陪伴陪伴彼此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